罗建业开了一家火锅店,最近天气渐凉,来吃火锅的人越来越多,听说过两天会有寒潮,这对他来说可是个好消息。 罗建业早已忍不住开始想象那宾客骑满,到处阴晕浓香雾气的场景了,在内处巡视检查了一圈,罗建业腹内的蝉虫蠢蠢欲动, 他要给妻子打个电话,问问他晚上吃什么,一拿出手机,妻子周一的电话恰巧打了过来,喂,老公不好了,小玉丢了。 罗建业和周一结婚四年,生了个儿子,名叫罗玉,今年三岁半,才刚上幼儿园,周一说他今天照常去幼儿园接孩子。 结果没见到人,老师说是被孩子奶奶接走了,周一一听就急了,孩子根本没有奶奶,罗建业的母亲早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,我现在在警察局,已经报了警,你赶紧过来。 罗建业反应了几秒钟,然后扔下电话往那赶,一路上差点闯了两个红灯,儿童失踪是紧急案件,尤其是像这样涉嫌拐卖的案子,警方很快调取了幼儿园门口的监控录像,画面中显示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性,怀里抱着失踪的小玉,从幼儿园出来后,匆匆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。 之后便扬长而去,这一切发生得很快,前后不到一分钟,很明显是早有预谋,周一看着监控上的画面,再看看时间,跟他去接孩子的时间相差,不过十分钟,几乎就是前后脚,这让他越发抓狂和懊悔,不过幸运的是,监控视频拍到了那个女人的正面,警方运用技术手段,截取了面部画面。 并且放大,做了清晰处理。 当那个女人的相貌,清清楚楚显现在屏幕上时,周一倒吸了一口凉气,跌坐在椅子上,事发第二天,熬过了一个黄黄的夜晚后,两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。 上班是没心思了,周一请了假去公安局里等消息,罗建业收拾一番,去店里交代工作,这段时间他顾不上生意,打算暂时让店经理小周照看着点。 小周听说了他孩子的事,任何言语安慰都苍白无力,他拍着胸脯,保证自己会好好管理生意,让罗建业安心地去找孩子。 哥,你放心吧,这里有我呢,绝对不耽误生意。 孩子的事,你也别太着急,有警察呢,现在侦查技术那么厉害,那人贩子肯定跑不了。 罗建业点点头,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女人和那辆面包车的线索。 他相信孩子一定会找回来的,中午的时候,罗建业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,不过不是因为孩子,而是因为周一,他被人给打了。 罗建业急匆匆赶到医院,看见周一头上裹着纱布,嘴角还有瘀青,整个人狼狈得很,照顾他的女警官说, 他们是在红堂村的村口,发现周一的,我们找到了监控里的那个女人,她叫王凤丽,是红堂村的村民,今天本来是去了解情况的。 结果一进村口就发现周女士倒在路边,还受了伤,我们就赶紧把她送来了医院。 医生来给周一做过检查,身上只是一些磕碰出来的皮外伤,头部遭受过盾气击打,可能会严重一些,最好再做个详细的检查,见于周一现在的身体状况。 女警官让她先好好休息,等精神好一些了,再到局里补露口供,孩子的事,你们也别担心,我回局里看看,有消息就通知你们。 警察走后,周一从病床上坐起来,他知道罗建业现在肯定有一肚子的话想问,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红堂村,又为什么会受伤。 简业,我知道你想问什么,我现在就告诉你,我全都告诉你。 抱走小玉的女人我认识,我也知道她为什么要抱走小玉。 周一也是红堂村人,跟王凤丽不仅是同乡,还差点成了她的儿媳妇。 红堂村是个偏僻的小村子,当年的打工潮带走了大批的青壮男女,周一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工作,头几年还会给家里寄钱,后来渐渐没了生息,村子里都传言说她在外面挣了钱,跟别的女人结婚成了家。 周一的母亲在流言中挣扎了两年,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手头的针线灵活,又难以维持生计。 终于,在一个寻常静谧的夜晚,周母把小周一托付给了邻居王凤丽,只身离开村子,自此石头大海。 王凤丽对外宣称,她收了周一当养女,可说是养女。 其实别人心里都明白,那是给她那败家儿子找的童养媳,王凤丽的儿子林大成,是个不学无数的二流子,既不好好上学,也不打工赚钱。 整天靠着她那工商身亡老爹的赔偿金,在村头村尾闲逛,时不时跟着几个狐朋狗友进城找乐子。 王凤丽知道自己儿子的德性,每次给她的钱都不多,确保她在外头挥霍完了,就能乖乖回家。 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,王凤丽就想着给儿子找个媳妇,说不定能帮着她管管林大成,即便是管不了至少先生的孩子。 把传宗接待的事给了了,赶巧那天周仪的母亲找上门来,想借钱出城,她就打起了小周仪的主意,说钱不是问题,只要她把女儿留下来就成,你这一走,估计就不会再回来了,大家都是女人,我懂,妹子,你还年轻,以后的路还长着。 处处带着个姑娘不方便,反正以后她都是要嫁人的,不如就把孩子托付给我,我保证,一定不会亏待她的。 就这么,周仪住进了王凤丽家里,成了她明面上的女儿,周仪那时候年纪不大,却也听得出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,她知道自己是来给林大成当媳妇的。 不过好在,她并不讨厌林大成,他们是多年的邻居,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玩伴,林大成虽然混,可她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。 记得小时候,周仪还骑在她脖子上去逛集会,过年的时候跟在她身后放过鞭炮。 所以从情义上说,她并不抗拒这件事,而林大成呢,在得知她妈要让周仪给她当媳妇之后,她像是找到了新的乐趣,不再一心想着往外跑,反而每天陪着周仪上下学,学校里管得不严。 她就在周仪班上,自己找了个位置,一天到晚黏着她,嬉皮笑脸,插颗打混,简直称得上是阴魂不散,时间一长。 村里上下都知道他们的关系,王丰丽这个口中的女儿,渐渐就变成了儿媳妇。 这在红堂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,对于当时的周仪来说,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 林大成对她很好,他们商量着要结婚,林大成承诺要给她更好的生活,为此她托亲戚在城郊的一个汽修厂找了份工作,离家不远,薪水也还可以。 王丰丽见儿子准备踏实上进,心里当然是高兴,同时她也满意周仪这个儿媳妇,寻思着早点把两人的婚事给定下来。 小姨啊,你也长大了,是时候跟大成要个孩子了。 要是运气好,能一下生个男孩,等明年开春,你俩就能办喜事了。 这是红堂村的习俗,凤子成婚,男女双方只有先生的孩子才能结婚。 还必须是男孩,这既是为了保证嫁过来的媳妇有生育能力,能够传宗接代,又是防止有人骗婚,拿了彩礼却不见人,外人很难想象,在当今这个时代,居然还有地方留存着如此的封建陋习。 但在红堂村,这是每个村民都心照不宣的事,周仪也不例外,年底的时候,他生下了一个女儿,取名蓝蓝。 林大成挺高兴,抱着女儿左看右看,稀罕得不行,王凤丽看着却不大乐意,念叨着说,看来这婚事又要往后拖了。 周仪听见了,心里意识有些失落,但很快又被女儿的甜美的睡颜置语了。 他觉得,现在这样也挺好,林大成真心实意对他,又有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,结婚的事情先放一放也不要紧,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半年。 王凤丽总是催着周仪再生一个,周仪也总是糊弄着点点头,平时还是一心扑在女儿身上,婆媳关系稍有些微妙。 但面子上还过得去,倒是林大成最近经常不着家,说是厂子里工作忙,要熬通宵,住在那图个方便,周仪隐隐觉得不安。 直到几天后,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,张口就要二十万,他才知道林大成根本不是忙工作,而是在外面赌钱,手里的钱输光了,就去借高利贷,到期又还不上。 连本带利滚了好几番,要钱的人去汽修厂赌他,没见到人,就找来他家里。 王凤丽也明白儿子闯了祸,可之前那笔赔偿金早就花得差不多,这两年一直是靠林大成的工钱贴补家用,这会儿要他拿出二十万,那还不如直接拿走他这条老命,这个我们不管。 反正就三天时间,还不上钱,就把你儿子交出来,二十万,一条胳膊一条腿,您自己看着办。 三天时间要凑齐二十万,这对王凤丽来说根本不可能,村里的亲戚借了个遍,也只凑到两万块,他们去汽修厂借。 那的老板是王凤丽的表执,可对方却说林大成之前已经在他那里借过一笔钱。 到现在都没还,人还不见了,他都不知道该向谁去要,我这是个糊口的生意,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,厂里工人要发工资,实在没有钱再借给你们了。 眼看期限要到了,王凤丽手里的钱杯水车薪,也不能真把儿子搭进去。 他想来想去,眼下只有那一个办法,王凤丽让周一进城,去找一个远方亲戚,是他一个堂姐的女儿,开了家美容院。 听说这几年生意做得不错,虽说好久没来往了,但毕竟是亲戚,总能接济接济,你去了多在他那里磨一磨,尽量多借点吧。 周一连忙按照地址找过去,他要找的人叫唐英,对方知道了他的来历和缘由,二话没说,就带着周一去银行,一下子提了十万块。 要命的是,我不能见死不救,就急如救火。 再说,咱们是亲戚,我也不怕你跑了,以后赚了钱再还我就是。 唐英大方爽快,解了燃眉之急,周一心里十分感激,多次谢过他之后,便急忙拿着钱往回赶。 加上之前东拼西凑借来的那些,总共是十五万,还差五万。 周一打算回去跟王凤丽商量一下,问问那些人能不能再宽限几天。 他回到家,发现王凤丽和女儿都不在,正觉得奇怪,转头就看到王凤丽乐呵呵地进门,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的棉布袋。 哎呀,这下好了,钱凑齐了。 王凤丽从布袋里掏出几打崭新的红票子。 看着足有四五万,这么多钱,哪来的? 周一左右张望,妈,兰兰呢。 兰兰,嗨,他呀,想服去了,你就别操心了。 王凤丽说他有个远房的亲戚,家里是做大生意的,条件好,那两口子有个儿子。 风水先生说,他们最好再要个女儿,凑一个好字,有助于提高财运,可后来一直怀不上,就想着能抱一个回来,当自己家里的养。 王凤丽觉得兰兰正合适,而且对方有钱,还能解得眼前的麻烦。 你,你把兰兰给卖了。 周一不可置信。 什么叫卖了,多难听呀,要这么说,当年你妈还把你卖给我了呢。 王凤丽不理解,这是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,反正闺女早晚都是别人家的,现在有那么好的人家肯接手,以后连嫁女儿的彩礼钱都省了,这要是换了别人,高兴还来不及呢,不这样,你就忍心看着大成被人卸胳膊卸腿呀。 你听我的,等这件事情来了,你跟大成赶紧再生一个,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 之后无论周一怎么问,王凤丽都不肯说出是谁收养了兰兰。 林大成的债是还上了,可他并没有要回头的意思,在家安分了几天之后,固态赴盟,跟一群不务正业的小流氓混在一起。 周一还没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出来,王凤丽又把儿子的堕落归咎在他身上,说他要是能给林大成生个儿子, 他就不会去赌钱,搞成现在这样,丈夫,婆婆,孩子。 在这三方带来的痛苦,压迫和愤恨中,周一撑不住了,和他的母亲一样,他简单打点行囊,在一个夜晚,悄悄离开了村子,周一在城市里举目无亲,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唐英,唐英听周一说了前因后果。 又是生气又是心疼,他让周一住在家里,还在自己的美容院给他安排了些灵活,你刚来,一切都得慢慢学,这活你先干着,钱虽然不多,但吃饭是足够了。 唐英还保证替他保守秘密,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在这儿,在经历了一番事情之后,周一的内心发生了变化,他见识了外面的世界, 明白自己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,埋着头过日子,听命于别人的安排,他要自己养活自己,按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,去主宰自己的人生,遇上罗建业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周一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,约了唐英出去吃饭,既是庆祝,也是想谢他,唐英说要带他去吃火锅,他有个朋友是开火锅店的,说不定还能介绍他们认识认识,罗建业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。 他谦逊,礼貌,有亲和力,年龄比周一大八岁,所以很会照顾人,他知道周一一定经历过某些不愉快的事,但他从没问过,即便后来他们谈恋爱,结婚,有了孩子,对于周一不愿意提及的过往,他绝不逼问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秘密,我理解。 周一感激他的尊重和理解,但他心里还是充满愧疚,因为他的小秘密并不只有一个,在离开村子的两个月后,周一发现自己怀孕了,他急匆匆与过去诀别,没想到,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了个尾巴,他很害怕。 既不敢去医院,更不敢让别人知道,尤其是罗建业,那段时间,他们的感情逐步升温,如果对方知道他怀了别人的孩子,一定会跟他分手,那么周一再一次燃起的希望,就会落空了。 他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,他要想个办法,瞒天过海,碰巧那天罗建业约朋友一起去KTV唱歌,中途喝了很多酒,给他打电话的时候,已经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周一带着他去酒店开的间房,把人扶到床上时,忽然寄从心来,他睡在罗建业身边,让他误以为,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。 后来又把燕运棒拿给他,说自己怀孕了,其实周一真的很害怕,他怕罗建业会看出什么端倪,更害怕他不愿意负责,会跟他分手。 然而,罗建业只是沉默片刻,就当场下跪向周一求婚,说自己一定会一辈子对他好,对孩子好,周一的计划成功了,可他并不觉得轻松,孩子生下来。 他看着那张跟林大成无比相似的脸,内心更加坠坠不安,他隐隐有种预感,他的秘密很快就要暴露了。 可是没想到,第一个发现秘密的人,竟然会是王凤丽,王凤丽进城办事情,无意中看见抱着孩子的周一。 他悄悄跟上去,越看越觉得那孩子的脸跟他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,再加上那个孩子的年纪,他确信那就是林大成的儿子,是他们家的亲孙子。 原本他就对周一偷跑出去的行为,很是生气,又听说有人在城里见过他,说他跟别的男人结了婚,心里就更是窝火。 既然他知道那是他们林家的孩子,就绝不允许他流落在外,他要把他的孙子给夺回来。 王凤丽把这事跟儿子一说,两人一拍即合,马上开始计划该怎么把孩子偷回来,后来的事就跟监控里看到的差不多。 王凤丽说自己是孩子的奶奶,哄遍小罗玉跟他回家,把他从幼儿园带出来,林大成则早早地开车在路边等着,那天周一在监控里看清了王凤丽的脸。 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,他知道一旦警察找到王凤丽,他的过去,他隐藏多年的秘密就会暴露,他辛苦建立的家庭也会瞬间瓦解。 所以,他独自去找王凤丽,是想私下把这件事情解决,可对方并不理会他,看周一要来抢孩子,就拾起地上的铁锹赶他出去,两人争斗起来,周一抵挡不过受了伤,心里又急又气又怕,一时撑不住就倒在了路旁,事情就是这样。 建业,是我对不起你,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,我不想失去你,周一早知道会有这一天。 但他不后悔,背负了这么多年的秘密,现在全都说出来,他反而松了一口气,我知道。 罗建业的反应出乎意料,我早就知道小玉不是我的儿子,你想不想知道是为什么?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,罗建业也不例外,我有不育症,生不了孩子的。 罗建业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他向前妻隐瞒了自己的病症,婚后多年没有要上孩子,罗建业的母亲就觉得是儿媳妇有问题,因此给他吃了很多委屈,后来前妻发现了他的体检单。 跟他大吵了一架,并提出离婚,他们对外说是性格不合,背后的隐情谁都没告诉,就连罗建业的母亲也不知道。 那天周一说他怀孕了,罗建业就就明白他的打算,既然如此,他干脆也借此掩盖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, 而且他妈盼着抱孙子,当时哄哄老人家也好,我们都隐瞒过彼此,现在又各自开诚布公,是不是就算扯平了? 罗建业有过前车之鉴,深知在婚姻中有秘密是大忌,但很多时候因为害怕,隐瞒是不得已。 何况,他知道怀揣着秘密生活是何等的煎熬和忐忑。 像是走钢丝,各种滋味难以与外人倒,他不怪周一欺瞒他,毕竟这些年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, 他也不想因为以前的过错而影响未来的生活。 其实这么多年,我早把小玉当成自己的亲儿子,我们一家人不是一直很开心吗? 等找回了孩子,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,继续开心地生活下去。 周一震惊地说不出话,他正要细细品味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,却意外地接到了林大成的电话,林大成,我们能谈谈吗? 周一,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,林大成显然没那个心思。 你听着,我可以把儿子还给你五十万,你给钱我就放人。 林大成根本不关心罗玉是不是他儿子,他之所以带走孩子只是为了向周一敲一笔钱,这两年他丝毫没有长进。 反而变本加厉,日日泡在赌场里,钱没了就去偷,去跟赌场里的大哥借,到现在已经欠了几十万,要是还不上,他肯定会被那帮人给弄死。 今天警察已经找过来了,妈被他们带走了,我得赶紧离开这儿。 你快把钱准备好,今晚送到村口,要不然我就把你儿子卖了还账。 是赌城姓的林大成,早已失去了理智。 他的脑子里只剩下钱和赌,真要逼急了他,谁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 当时,罗建业和周一一起到警局,把这件事告诉了警方,警方开始着手不空,让周一带着一包假币去村口跟林大成见面。 只要对方一出现,就将其一举将其拿下。 最终,林大成和王凤丽涉嫌绑架勒索而被拘捕,小罗玉也平安回了家。 那天晚上,周一睡了这几年里最踏实的一觉,他揭开了秘密,获得了谅解,不再需要遮掩躲藏,战战兢兢。 他知道,无论以后发生什么,都有人会陪他一起面对,就是从那一刻开始,周一的人生才真正迎来了曙光。